然后因的生相合 因是细因 然后生是大生 我们这个讲话之前 这个还没有出 还没有听得懂得 没有办法分辨的 那个叫因 然后已经可以分辨的 那个叫生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生因实而虚明 生因因为实在有 然后虚在空气之间 它哦明放 大明大放 生因死而虚明 因因虚而空明 因因为虚而空明 生因为死而虚明 听懂意思吗 生因会实实在在有啊 有声啊 是不是在空间虚空气之间 然后明放 生因死而虚明 然后因因为它虚 我们要讲话之前 那样就已经成生了 那样就因了 因都还没有成 所以因因为虚而空明 这个空间相应 我们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就是告诉我们 它会相合 怎么样的启头 它会怎么样的结果 开始来了以后 慢慢就会形成 所以我们了解说 因就是我们的酝酿 然后生已经显像 晕是酝酿 生是显像 这样知道吗 我们有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做事情 或是写文章 都有那个酝酿的时候 然后酝酿完成以后 我们就写下来了 就成事了 所以这个它会相合 那既然因跟生相合 我们就是要保持 全部都是从我们的 不生不昧的那个 本性发挥 从本性发挥出来以后 它整个相合就不理到 所以这个因生相合